大家好,我是真英傑,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現貨以及11月起始今天出現一個開高走高的盤勢 中場現貨大漲了121點 而11月起始更是大漲了133點 我們先來複習一下整個11月起始今天的當沖走勢圖 今天整個11月起始表現得氣勢如紅,開高走高 我們先來看一下兩個關鍵的點位 首先我們看到今天的最低點,它叫9115點 在9.09分出現 而今天的最高點剛好來到了9200 在12.37分出現 整個行情今天當沖的高低區間有85點的行情 有85點的行情 那今天開盤價就開高,開在9131 那麼我相信在上個禮拜連續5天 幾乎每天都在跌的局面情況之下 再加上今天突然又來個回馬槍,來個大漲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很多操作旗子的投資朋友應該是做到現在 一定有一種心情,老師我真的輸到會怕 可是你如果有這個心情請你認真看我的節目 已經有人,也絕對有人做到現在 有上禮拜做到現在,出了一種心情 老師我真的做到會怕,我做到不敢做,我輸到會怕 親愛的投資朋友,如果你被我講中你的心情的話 我希望你今天能夠心平氣和的認真看我的節目 不管你今天輸多少錢 不管你今天心情多差 從上個禮拜到今天,你的心情不管多差 先把這些不好的情緒,你都先擺在一旁去 你好好的看我節目 我們來了解一下到底要怎麼解決你現在的問題 你現在問題要解決嘛 但是你現在問題要解決之前 我希望你能夠心平氣和的看我節目 我才有辦法幫你解決,把我的話聽進去 要聽得進去 你才能夠知道你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好,我們來看一下今天這盤 會不會有人賠錢,一定有人賠錢的嘛 我說過了每天行期一定有人賺也有人賠 那現在重點來了 經過了上個禮拜再加上今天的洗禮 很多人不斷在停損 那我要告訴你 如果你看了我這一集節目 從明天開始,停損就要遠離你 老師真的還假的 保證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這一集節目我就要告訴你 如何讓停損遠離你的方法 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投資朋友 今天你的操作 為什麼會受傷 為什麼會賠錢 各位我們來了解一下 這個跟做多做空沒有關係 我講過,你可能會說 老師我今天就是因為放空 所以我今天賠錢 誰說放空一定會賠錢 我待會給各位看一下 放空不見得會賠錢 你可能會說 老師我今天就是因為放空 所以這個盤很強 所以我賠到錢了 親愛投資朋友,這不是這樣講的 不要以為今天做多人都賺錢 你是要賠錢你記住 都一定是這兩句話 你要嘛就是因為買在相對高點 所以停損出場 要嘛就是空在相對低點 所以停損出場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老師 我怎麼知道我是買在高點 我怎麼知道我買在低點 沒有錯啊 就是因為你不曉得你買在高點 就是因為你不曉得你空在低點 所以停損這件事情就發生了 對吧 打比方說 今天開盤的時候 你不曉得這裡是低檔地區 所以你不小心跑去放空了嘛 沒錯吧 你也不曉得這裡是高檔地區 所以咧 相對的你在這個地方 你可能就跑去放空嘛 你空在這低點 你當然就停損掉了嘛 沒錯吧 這個就是你今天賠錢的原因嘛 那你試著想想看喔 如果說能夠事先知道高低點 你覺得停損會不會遠離你 當然啊 老師那真的有這種方法嗎 絕對有這種方法 我們繼續往下看 假設有一種方法 它可以讓你在8點46分 就知道當天的高點跟低點 而不是等收完盤才知道 你覺得你能不能成為贏家 你想想看喔 如果開盤一分鐘 開盤一分鐘你仔細聽 開盤一分鐘 你馬上就知道9115這裡是低點 你也知道9200這附近是高點 你今天會不會空在9115那附近 不會了嘛 那到底有沒有這個方法 絕對有啊 這個方法很簡單啊 我每天都在講啊 把它帶回家 就是把它帶回家 那帶回家之後要怎麼做 來開始囉 如果你今天手楼上 你是我的會員 你有這套系統的話 你今天會怎麼做 開始囉 來 今天早上7點38分 還沒開盤的時候我就告訴你 規避洗盤 規避多工雙疤 你只要是我的 這一套仙人指路的軟體會員 你今天完全不要操作試駕單 你就按照仙人指路 仙人指路8點46分 它給你的壓力點 你才可以去放空喔 壓力點沒來 你不要去空喔 那支撐點呢 當然就是要做多 壓力點放空 支撐點做多 如果成交呢 你就把停損25點設好 否則怎樣 否則就不動作 好使用仙人指路的精裝板 你不需要試駕衝來衝去 8點46分 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事先掛單 等待轉折點位 用守株待兔 以意待勞的方式 就可以了 就像今天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開盤架 當今天開盤出來了 開盤架9131的時候 來拉近 你該怎麼做 我說很簡單 當一開完盤的時候 你馬上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趕快把我的這套軟體打開 為什麼要打開它 因為打開它 你就可以知道 今天的低點跟高點 你就會做了 老師真的有這麼神奇嗎 真的就是這麼神奇 不相信我帶你來看 當今天開盤架 它叫9131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不要急著去做多 也不要急著去放空 都不要急 你只需要把我這套軟體打開 把它打開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它叫做 系統用戶訊息 它在8點46N就會告訴你 今天的低點預判 參考地線轉折支撐位置 在9115上下2點 我相信你看到這數字應該傻眼了 沒錯 就是9115上下2點 那9115上下2點接著要幹嘛 來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請預掛這些點位要幹什麼 在這附近 你就可以進場去做多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這套軟體 來8點46N一打開 他馬上很清楚的告訴你 今天低點預判這6個字 今天低點預判這6個字 我相信小學生都懂這個意思 今天的低點到底在哪裡 今天的低點預判到底在哪裡 就是參考我們的資深位置 9115上下2點 要幹什麼 趕快去掛單 掛什麼單 掛這些點位來做多 然後來把停損25點設好 我說過你只要擁有先人指路系統 你就不用再猜測了 那有的人先說就說不聽 每天都喜歡用自己的感覺 用自己的腦袋刮 去猜今天的低點 去猜今天的高點 我說這樣做一點都不科學 而且常常會供估 因為你猜不到嘛 那何米庫去做這麼累的事情 猜不到還要猜 何米庫 你就很簡單 花一支錢 把這套軟體整在你的電腦裡面 從馬仔開始 你都不用說猜了 就像今天 上禮拜有證我這套軟體 你今天打開的時候 是不是很輕鬆的 一打開誰知道9125 一打開誰知道這個地方要預判做多 是不是很輕鬆的 是不是不必要 你打開軟體馬上知道 然後就馬上去掛單 一開盤馬上掛8點46分 預掛9115 多單進場 一比單給它掛兩口大台 你看喔 你今天如果能買在9115 我請問一下 停損會不會遠離你 那當然啊 那叫廢話 因為9115就是剛好今天最低點 那9115是今天最低點 我請問你 你今天會不會買在高點 就不會了嘛 你就會買在低點嘛 你買在低點自然就不會停損了 各位 我沒講錯吧 你在這個地方9115 你為什麼今天會輸錢 因為你今天不曉得9115就是低點 所以 你不知道低點的情況之下 你空在低點 然後停損了 是不是這樣 阿卡蘇說 你如果能事先知道關低點 我問你啦 今天抬到9115的時候 你今天8點46分 你就知道9115是低點 你有什麼理由 會在那個地方公共 你現在聽我的意思嗎 你如果知道9115 你先你已經知道今天的底牌 今天大盤的底牌 第一點它叫9115 那麼在9130 9140 找盤這個地方一開盤 你就算你去空 你這個地方你會不會跑掉 你就會跑掉了嘛 你就不會空單一直灑灑的爆 一直灑灑的賠嘛 你現在聽我的意思嗎 應該有啦 很簡單 好 那這個多單做完之後怎麼辦 當然 它不可能打到停損嘛 因為最低就9115嘛 那接著就衝上去了嘛 接下來就剩下停力的問題了 沒有停損的問題了嘛 那麼做多到底要在哪裡停力 各位 我再講一遍不要拆 只要我有了軟體之後 從現在開始 你完全不要去給我拆高點 也不要去給我拆低點 都不用再有了 因為在8點46分 軟體自然會告訴你 今天可能出現的高點 可能出現的低點在哪裡 像今天 你多單一做完之後 你馬上打開軟體 8點46分 它馬上告訴你什麼 壓力轉折 各位壓力轉折 也就是多單停力參考點 它叫9196 各位這個9196第一次來 剛好來這邊要拉近 剛剛好不偏不移的命中了 第一次來的高點 各位 你看一下這個走勢圖 往後拉一點點就好 這後面是不是後面 它才來到最高點 這裡再照進9200 你看一下中間這一段橫盤 你說你小賺跑掉 是不是照樣可以賺錢 誰說今天放空一定賠錢 哪有一定 你如果在那第一次來拉近 9196再放空的時候 它壓下來的時候 這邊要贏個120點 都有耶 都有機會耶 你現在聽我的意思嗎 都有機會耶 所以說這個做多 到底該在哪裡停力出場 不要拆 我再講一遍 8點46分 先人指路會告訴你 915做多 9196出掉 大漲了多少 162點 一口大 去81點 兩口大 去162點 接著9196空單進場 至少兩口大台 這個9196 你今天要是空得到的話 這第一次衝上來 你剛好點到空到 這殺下來這120點 這絕對能夠賺到 所以說 今天 誰說做空一定會輸 沒有一定 你只要空在高點 哪會輸 哪會輸 不會輸嘛 這邊壓下來 你至少還有可能 跑得掉嘛 你懂我意思嗎 那就算你沒跑掉 來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收完盤 你把它平掉 來11點54分 提醒位元 所有軟鐵的轉折點 不會 一律只操作當中 我們完全不流倉 只要沒有打到25點 停損 一律收盤架出清 明天再做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915做多會不會停損 不會啊 來到9196出掉 這大漲162點 這怎麼停損 這只有停力沒有停損 9196你說放空 誰說放空今天一定會賠 收盤架出掉 沒賺也沒賠 沒有賺也沒有賠 今天共計大漲162點 所以擁有先人指路 你是不是就開始會遠離停損了 你是不是自然而然 你就會遠離停損了 為什麼 因為從現在開始 你就會買在低點 你就會空在高點 而不是像今天 你因為不知道 9115是低點 所以你不小心在這個地方放空 我沒講錯吧 那9115彈上來之後 你這裡為什麼會放空 你這裡為什麼會放空 因為你不曉得這裡才是高點 9196才是高點 所以 你莫名其妙在這個地方又去放空了 你現在聽我說的意思嗎 你今天如果我的軟體 你知道關鍵是在9196 我問你啦 這個地方 你說你今天不小心去放空的 你就不會犯這個錯了 你反而還有可能再做多 再轉這一段 你現在聽我說的意思嗎 所以這一切都是 你有沒有事先知道 低點跟高點的問題 你只要知道 低點跟高點 各位 你就不會再停損了 你懂我意思嗎 停損就會遠離你了 你懂我意思嗎 當然這個電視節目我講過了 我每天跟各位分享的是 怎麼操作棋子當沖的方法 怎麼做才會贏 這個方法是我每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而不是要跟各位分享績效 另外我們也主要是在分享這套軟體 也不是要拿績效來招攬生意 所以說電視節目上我要做一個鄭重聲明 所有電視上的專業操作分析 僅止分析指數漲跌點數 並非論述操作績效點數 法令規範我們分析專業操作絕非保證缺可獲利 金融市場風險報酬共存過去績效 不代表未來績效 我再講一遍喔你想要成為贏家 你就一定要記住這八個字 買在低點空在高點 那你可能早就知道這個答案了 但是你要去思考的是為什麼你做不到 方法你雖然知道了 可是為什麼你還在受傷 原因就出在家嘛 因為你沒有方法真的事先去知道高低點 如果這個方法你找到了 你真的能夠透過我的系統 早知道高點跟早知道低點的話 很多錯誤其實大家都可以避免的 所以在這地方我想問各位 明天禮拜二 你要怎麼戰勝旗子當衝 怎麼樣做才不會停損 怎麼做才會贏 當然是要空在高點 當然是要買在低點啊 那問題是高點在哪 低點在哪 你明天知道嗎 你如果沒有這套系統你明天知道嗎 各位你如果沒這套系統你明天會知道嗎 所以說在這地方啊 你不要去猜 把我這套系統帶回去 明天8人46人他就會告訴你 中場資訊 好好留意一下 如果你希望停損從此遠離你的話 中場的資訊你一定要善加把握利用 我們稍坐休息 大家回到節目現場 謝謝各位 親愛的投資朋友 親愛的投資朋友 想要迎戰旗子當衝操作 你必須把旗王操盤軟體帶回去 旗王操盤軟體 買在低點空在高點 絕對不是白日夢 你需要更精準的操盤軟體 今天開放 今天特別開放 輕鬆擁有價 一記只需要28800 一記只需要28800 讓全國投資朋友 通通輕鬆擁有 埋在低點空在高點 絕對不是白日夢 只要把旗王操盤軟體帶回去 就可以了 迎戰旗子刻不容緩 速播迎戰專線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黑是元氣 黑是力量 愛撿黑豆水 Black is power 我的元氣 我的力量 健康性斗力 愛撿黑豆水 旗子當衝贏家秘訣 買在當日低點空在當日高點 你知道但你卻做不到 其王操盤軟體幫助你 迎戰旗子關鍵多空轉折點 8點46事先預知 買在低點空在高點 不再是白日夢 其王操盤軟體輕鬆有有價 一記28800 迎戰旗子可不容緩 是立體要做的事情 速播迎戰專線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速播放 覇捷御 太开心吗 Life always better 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立派 机不可失 横 顺时加码 推升获益 准 停力停损 确保不失 战胜齐破 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 请播02-2578-3777 2578-3777 夏恩英语百分之百外师授课 英语听说读写No Problem 夏恩 让孩子与世界更接近 全国分校招生中 旗指当冲银家秘诀 买在当日低点 空在当日高点 你知道但你却做不到 旗王操盘软品帮助你 迎战旗指关键多空转折点 8点46实现预知 买在低点 空在高点 不再是白玉梦 旗王操盘软品轻松游有价 一记两万八千八 迎战旗指可不容缓 是立即要做的事情 速播迎战专线 02-2578-3777 02-2578-37 作息这么乱 抓起植味酸酸的 咱你喝水 千山净水便解磷子准水器 独家针对家中水质调整 分解出碱性活水 简简单单 喝出健康 最懂台湾水质 千山净水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下半段要为各位宣布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消息 什么样非常重大的消息 我相信全国的投资朋友每天在收看我节目对于这一套仙人指路的金庄版 2015年的金庄版你一定不陌生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要告诉一个各位一个天大的一个重要的好消息 今年叫2016 2016已经快结束了对不对 我给各位看一个东西 接下来就是2017了 哇2017要来咯 2017年曾老师的最新创作 仙人指路 智慧版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这套系统是2015年我用到现在 它叫金庄版 现在2017年要出来仙人指路智慧版 先给各位评评一下 来 这个叫做智慧版 仙人指路实战系统的智慧版 智慧版跟这金庄版有什么不一样地方 应该这么讲 金庄版的功能 智慧版通通有 智慧版新增的一项功能 是金庄版所没有的 什么功能 给各位看一下 你不要吓傻眼了 新增更强的功能 盘式预测 夭壽老师 盘式买当预测喔 这么厉害 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我告诉你 已经隆重出炉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盘式预测 同样的喔 如果你今天有 仙人指路的智慧版的话 当然这个仙人指路的金庄版 是没这个功能 仙人指路金庄版没这个功能 智慧版是有这个功能 我们今天在一开盘的时候 打开仙人指路的智慧版 来你看这是8点46分 你看一下上面写什么 盘式预测 盘式预测今天又告诉我们什么 多方趋势盘 那多方趋势盘干什么 拉回做多 甚至于它告诉你不做空单 这个就是盘式预测 那它的图形长怎么样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图就长这样 8点46分 喔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其实整个表现 这个拉近这个地方 它叫11月7号8点46分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全图 全图长这个样子 它一开盘 这里就出现一个很强的气势 它已经事先预测 今天的盘式 什么盘式 我们来看一下 盘式预测 多方趋势 它叫多方趋势 不做空单 拉回做多 在智慧版里面 这今天的图嘛 确实也是多头趋势盘 拉回到哪里要做多 8点46分啊 低点预判啊 不是同样吗 这个智慧版里面也看得到 9115上下两点 要干什么 要预挂嘛 要预挂做多嘛 也就是说今天的拉回做多 它告诉你的方法 你接着再配合我们软体 给你的点位 你就会知道 9115上下两点 要干什么 要去预挂做多 这个是先人指路智慧版 原本要在明年的1月 才会出来 但是我不断的要求 厂商加工再加工 终于提前完成了 提前完成的目的是什么 让投资配合 你以后对于盘式 到底是盘整盘 还是趋势盘 你开始不用再要了 打开电脑 8点46分 像今天 你马上会知道 今天是属于多方的盘式 你马上知道 今天不能做空单 你马上知道 今天拉回要做多 结果是不是完全 吻合今天的做法 这个叫盘式预测 更强的功能 也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套系统 一个叫做金装版 一个叫智慧版 金装版所有的功能 智慧版会有 智慧版新增的 这个叫盘式预测功能 金装版没有 别加 新增更强功能 叫盘式预测 隆重出炉 这是先人指路的智慧版 什么叫智慧版 它就是一个智慧型的操盘软体 叫做智慧版 智慧型 像智慧型手机 可以上网 这个叫智慧型操盘软体 智慧版 智慧版你有看到吗 所以从现在开始 有一个好处要跟大家说 你为什么今天开始 你就直接升级了 这个2015年的功能 我另外再添加一项功能 今天你看看 其实像今天这个空单 按照这个先人指路智慧版的规划 这个空单是可以不用做的 你懂我意思吗 做了就做了没关系 它没有损失 也没有赚钱 就大涨162点 这个就是配合先人指路智慧版 再搭配里面的转折点 功能更强 让你的胜率更加提高 再给大家看一下软体的长相 就长这样 智慧版 那我今天我有跟家族成员讲 这个版本已经出来了 家族成员现在看到节目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赶快去找服务人员 赶快去找服务人员 如果你是我家族成员 你现在出头上 你现在用的是这个旧版的话 你说你是用2015年的旧版本 你想要升级到新版本的话 赶快去找服务人员 赶快去找服务人员 这个智慧版 我敢讲 很快的 一定会造成轰动 为什么轰动 因为这个功能 应该是没有其他软体做得出来 你懂我意思吗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从现在开始 你不但会如同节目中的一个重要资讯 所讲的那些内容之外 你的软体会更加的升级 这何乐而不为 而且重点是哦 我讲了 在这个地方 有很多人输得会怕 那接下来你明天如果要做 你要怎么做 当然是空在高点 当然买在低点啊 问题是高点在哪 低点在哪 你要怎么知道 你要怎么赢 不要怕 把这一套千人指路的智慧版 哦智慧版啊 我现在讲的是智慧版哦 把它装上去 明天8点46会 他会告诉你 中场资讯 熟个大碗 直接升级 直接升级你听到没有 直接升级到智慧版 2017年最新的版本 好好把握利用 跟我们明天一起成为赢家的团队 我们明天见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亲爱的投资朋友 亲爱的投资朋友 想要迎战棋子当中操作 你必须把棋王操盘软体带回去 棋王操盘软体 买在低点空在高点 绝对不是白日梦 你需要更精准的操盘软体 今天开放 今天特别开放 轻松拥有价 一季只需要28800 一季只需要28800 让全国投资朋友 通通轻松拥有 买在低点空在高点 绝对不是白日梦 只要把棋王操盘软体带回去 就可以了 迎战棋子刻不容缓 速播迎战专线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盘软体 买在当日低点空在当日高点 你知道但你学做不到 期望操盘软体帮助你 迎战旗帜 关键多空转折点 8点46实现预知 买在低点空在高点 不再是白日梦 期望操盘软体 轻松拥有价 一季28800 迎战旗帜 可不容缓 是立体要做的事情 速播迎战专线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怕油 怕上火 爱之味分解茶 一餐的油腻 一瓶分解茶 纯净的Oakinawa 山苦瓜分解素 降火器解油腻 油腻分解开始GO 期望团队期货操作 给您三大承诺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市价进出一定成交 三 停损停力 严守纪律 我们拥有一套快准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 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立判 机不可施 狠 顺势加码 推升过亿 准 停力停损 确保不失 战胜齐破 选就选 最好的齐王团队 请播 02 2578 3777 2578 3777 你的头皮喝咖啡了吗 直脆566咖啡因洗法录 深度控油 根部蓬松 吴细琳直脆566咖啡因洗法录 有效果 没负担 起始当初赢家秘诀 买在当初